宣讀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寻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这堂课由温成智讲师讲课 请大家鼓掌欢迎 各位同心学员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在这边问一下 您已经有上过初级班的 请举手 好 谢谢 今天第一次来的请举手 好 OK 好 请放下 我们知道 最近发生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相信各位在电视媒体上 可能没有看到的 漏掉的 来 我们请陈志 来点一下 美国的军队 开始慢慢就会在台湾各地出现 为什么 因为昨天已经决定了这个议案 来 我们看一下影片 台美中三边关系 我们来看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 通过了跟台湾相关的一项重大法案 以21比6的票数 准许美国海军军舰 可以停靠在台湾的港口 甚至美国太平洋司令部 也可以接受台湾船只的禁港要求 而这一旦成真的话 代表近40年来 美国在一中原则下的策略 将会出现重大的转变 对于台湾是绝对有利的 但是国际媒体研判 中国方面势必会被激怒 会跳脚抗议 来 我们看看刚刚那个镜头 稍微移往前一下 好 停 各位 我们初级班上过了 美国为什么 以及凭什么军事占领台湾 还记得吗 国际条约 旧经商和平条约 第几条 23条的A款 United States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这是杜勒斯 非常有智慧 在1951年的9月8号 让全世界51个国家 为旧经商和平条约背书 48个国家的国会一次同意 这个到现在 没有一个国家不敢遵守的 旧经商和平条约 里面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各位 以及所有的 世界的所有的人民 旧经商和平条约 已经确立了台湾的地位 它是什么地位呢 美国的军事占领地 是不是中华民国的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哪里 台北市 所以它的英文名字 简称叫什么 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 不是中国台北 也不是中华台北 而是中华民国南京政府 已经流亡了 流亡在哪里 在日本天皇保有所有权的 台湾 首府在哪里 台北市 所以叫Chinese Exiled Government in Taipei 简称Chinese Taipei 主控者 它为什么可以变成 主要的占领全国 很简单 在二次世界大战 大东亚战争 太平洋战争 有种种的名称 在亚洲方面 当然是美国 没有有98%以上的武力 完全都是由美国 全盘的掌控 用武力的方式 征服日本帝国 也就是日本天皇 促使着日本天皇 在1945年的8月15号 接受同盟国波罗斯坦宣言 向同盟国宣布投降 当时美国总统是谁 杜鲁门 延续到现在 是谁啊 川普总统 主要占领权的权力 跟地位 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中华民国 有没有资格 去做干涉及改变呢 没有办法 为什么 当时旧金章和平条约 中华民国 也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好 都没有受邀 参加签约的大典 所以 会不会激怒中国 当然不会啊 就这样和平条约 它就是法理 就是国际条约 什么叫激怒中国 这个叫情绪化 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呢 要引起所有 看新闻节目的观众 心生恐惧 那这个刚好中了谁 中了现在台面上 政治台湾 为了要 迎取选票 所铺排出来的 所谓的套路 他们现在讲的套路是什么 已经计划好了 怎么样走 的路 写这个 当然啊 底下什么 21票跟6票 很快的 他们的选举的活动 就会开始了 一大堆目前还在睡觉的台湾人 就会傻傻地拿着政见 到各投票所去投票 延续着政治炼狱 永远转也转不完 严重在这个地方 但是实际上 这个重点 主要占领全国 它已经 例行性的 可以开始 舰队 军舰 甚至我们可以发现 台湾目前有很多地方的 美国学校 已经开始招生了 很多学校都在剪校 剪班 偏偏美国学校 一间一间的在 新建 增建 一间一间在招生 我相信各位你在搭 计程车的时候 可以看到有些计程车司机的后面 有广告 美国学校开始招生 桃园校区 林口校区 甚至我们知道 在台北市天母 也有什么 美国学校 大家都知道 经过的时候 会看到美国国旗升起来 正常 其实很正常是什么 家家户户每一个台湾人 楼顶上都要悬挂什么 美国国旗 各位 我问问各位好了 初级班 台湾民政府有颁发 美国国旗 是美国授权 让美国国旗 分发到每个 同心学院的手上 我请问 你有把美国国旗挂起来的请举手 没有的请举手 要诚实哦 骗我会肚子痛 请放下 美国国旗 你就把它挂起来 为什么 永远不会坏 相不相信 相信的请举手 美国国旗永远不会坏 请放下 为什么 美国国旗 你只要把它挂起来 风吹 日晒 雨淋 坏掉 没有关系 你记得 把美国国旗的残骸 拿来这里换 或者是什么 就让你一直换 一直换 让美国国旗永远飘扬在我们的屋顶上 不知道美国国旗 有什么好 不好意思的 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 这全部都是它的地盘 挂着美国国旗正常 但是挂着中华民国国旗 这么正常 这么正常 不正常 台湾目前国际地位 没有正常的原因 就是很多很多的人 把台湾当成是中华民国 对还错 对 所以各位 你今天会来上课 你要为自己来点掌声 来 为自己鼓掌 你已经醒了 外面有多少人还没醒 还在什么 追求 我在政治台湾里面 我很多的大病 我跟这些民意代表挂钩 用一些工程来做 可以拿到很多汤汤水水油水 这个都是错误的 台湾民政府执政 各位 公务人员 你只要贪污 会怎么样 死刑 唯一死刑 什么死刑 枪毙 犯罪呢 有没有监狱啊 台湾民政府执政 不会有监狱 主张废死的 很简单 我们就听过 秘书长已经讲过了 你主张废除死刑的 好 你就把死刑犯带回去 建一间牢房 养他 你养 而且不能放出来 有没有道理 各位你想想看 一个犯罪的人 犯了罪 影响人家的权力 影响人权 还在喊人权 对还错 逻辑上有很大的错误 他已经破坏人家的人权了 他还主张人权 不对了 犯了罪 你的公权力已经没有了 还要建个房子 请警察保护他 三餐有温暖的饭菜可以吃 还有什么 可以洗热水澡 睡个舒舒服服的觉 难怪现在犯罪力那么高 原因就是在这里 所以大家回顾一下 台湾国际地位要正常化 唯一的道路是什么 法理至上 法理台湾才能够帮助 所有的台湾人 走向国际地位正常化的路 也只有依据法理 台湾才有未来的方向 所以大家看 他这个不是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 是国务院 在台湾关系法的架构下 去制约现在所谓的 Chinese Taipei 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行为 要不然他语法没有据 台湾关系法就是美国跟台湾之间的一个关系 为什么关系 凭什么 占领者跟被占领者之间法律的维系 为什么 美国目前还没有去承认是什么 台湾是美国宪法里面 第一类的领土叫什么 海外未合并的领土 今天是高级班 我们看一下 H170630 就是613只要开班 高级行政班 你现在已经不是初级班了 所以现在在讲的内容 一定会比初级班还来得深 今天这一堂课叫什么 天皇主权 法理至上 开宗明已经告诉大家了 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 是不是 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 台湾我住在这里 所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来 眼睛闭起来 眼睛闭起来 耳朵注意听 待会我问的时候 你只要举手就好 不用开口 也不要看旁边的人 来 你认为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请举手 不对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不知道的请举手 没有举手骗我 你要肚子痛了 好 眼睛睁开 各位 在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时候 你首先要问问自己 你有没有台湾的所有权壮 有没有 有还是没有 来 眼睛闭起来 一样 我要帮助各位 你要用逻辑 理性的观点 去判断每一个 问题 它的重点在哪里 你拿得出台湾的所有权壮 拿得出来的请举手 拿不出来的请举手 没有举手 你有哦 我等一下找你拿哦 来来 再问一次 你拿不出台湾的所有权壮 拿不出来的请举手 来 前面的大哥 你拿得出来哦 有吗 你有没有 你有台湾的所有权壮吗 来 我再问一次 你拿不出来的举手 请放下 大哥手在痛 OK OK 好 拿不出台湾的所有权壮 我们当然没有权力 也没有名分讲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好 眼睛都打开 既然拿不出来 就没有权力讲 那有台湾的所有权壮的是谁 初级班各位有上过了 台湾的所有权壮是哪一张 他有抬头哦 他叫什么名字 国际条约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 与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 所签订的什么 马关条约 Simonoseki Treaty Treaty of Simonoseki Simonoseki就是在日本 目前有一个地方叫什么 下官 在那边签订的条约 有关于什么 日清战争后的和平条约 战争之后一定要签条约 为什么 除非你不要和平 不要终止战争 你就不要签 终止战争 一定要签和平条约 所以下官条约里面已经讲得清楚了 大清帝国的皇帝已经把台湾 澎湖交给谁 日本天皇 永久歌让 什么叫永久歌让 交给日本天皇之后 永永远远不能够拿回来 那有没有听懂 有没有听懂 有 好 那中华民国也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 接续大清帝国的体制 请问 他可不可以把台湾澎湖拿回来 来眼睛闭起来 现在讲是要让大家 去把这个观念 厘清 你认为中华民国也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 因为日本的战败 日本天皇的投降 可以把台湾拿回去的请举手 不可以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各位要认真的去思考 所有权状 好 眼睛打开 所有权状已经在 日本天皇的手上了 他后来接续的人 可以去拿吗 如果强求把他拿回来 那叫什么行为 是不是强盗 是不是盗匪 是不是叫窃聚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各位你想想看好了 我们自己的家人 买了一栋房子 那出租给房东 房东出租给房客 那房客可不可以把房东的所有权状拿去 可不可以 说我住很久了 房子是 可不可以 不可以啊 那卖房子 卖土地也好 各位你这样去想 同理你去想大清帝国跟日本帝国 甲午战争 日清战争 日清战争是世界的世界观 世界的史观来看这场战争 叫日清战争 不叫甲午战争 日清战争 日本帝国跟清帝国之间的战争 打完之后 台湾 澎湖已经交给日本天皇 所有权状也在日本天皇手上了 清帝国已经下台走人了 1912年中华民国起来了 台湾是谁的 日本天皇的土地 日本天皇领友了 1945年的4月1号 日本天皇的昭和天皇陛下 在台湾 澎湖已经实施了什么 大日本帝国宪法 也就是行献纪念日 各位请记好 4月1号是行献纪念日 12月25号是谁的行献纪念日 流亡中华民国的 而且那一天叫什么 愚人节 台湾澎湖 从来都不是中华民国的土地 竟然在这个 不是他的土地上 行献 有没有好笑 好笑 不是你家的 你在这边举办 我买房子了 然后结果这土地 房子是什么 是房东地主的 有没有用 没有用 你上面写台湾光复节 那不是在骗人吗 这只是让你在那边 办完事情 结果你说这个 整个处所都是你的 不对 各位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水月园 花园农场 在这边 这个土地 跟所有的设备 是游先生的 各位你在这边上的课程 是台湾民政府的法理课程 高级班 水月园 是不是台湾民政府的 不是 请你记清楚 你缴的费用 是给谁 水月园 花园 农场的游先生 各位 你到农庄 台湾每个地方 三天两夜 两次 三天两夜 吃食餐 跟吃十餐 要买钱吗 你去农庄 吃饭 吃担 担三天两枚 要买钱吗 要不要 要不要缴钱 吹冷气的电费 要不要缴钱 要啊 对啊 那缴给谁 游先生 各位能够在坐在这里 也要感恩游先生 他提供了这么好的环境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他是低功 为他鼓掌好吗 游先生 各位你如果有机会 可能看到游先生 满脸白头发出来逛逛的时候 你有机会跟他打个招呼 游先生你好 我相信你都可以认得出来 他提供这个地方 给我们上课 但是这里是不是台湾民政府的 不是 所以各位你上 初级班高级班 讲师每个都在讲 有各有各的方式来切入 全部都是重点 你要记得 每一堂课都是重点 重点在哪里 要帮助各位 厘清台湾跟中华民国 一定要分得很开 完全没有任何关联 就像姓张的跟姓陈的 没有任何亲属关系 只是住在同一个地方 那可不可以对外跟大家讲说 姓张的跟姓陈的是一家人 可不可以 不行 这叫乱七八糟 姓陈的可不可以出去外面 这个房子是姓张的 姓陈的出去外面讲说 这房子是我们家的 所以名字要用姓陈的 可不可以 不行 现在台湾目前混乱的 错误逻辑就是在这里 明明这是日本天皇 保有所有权的台湾 他抬头是什么 日本 日本台湾 结果中国塞贝一直出去外面讲 我们台湾政府 什么叫台湾政府 谁是台湾政府 他没有任何权利讲台湾政府 台湾政府是由当地 台湾的占领区的住民 成立的民政府 执政之后才能叫做台湾政府 现在他只能讲 我们是Chinese Taipei 他驻外的单位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你上网 他叫什么单位 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是不是大使馆 不是 所以这观念你要清楚 谁是老板 美国 Chinese Taipei 他是什么 公友 一家公司 一栋大楼 董事长要进门了 公友在楼下 雇大门 可不可以阻挡老板 你不可以进来 这六个 这意思说 公友可以反对 董事长进入公司大楼 自寻死路 需不需要投票 不需要 这只是一个 人家讲的是什么 黄字 糊隆的 这就是一个套路 人家讲说套路就是这个 弄一个剧本 让你入戏很深 投票你看 人家立法院都投票了 所以激怒中国 所以举办选举 我一定要去投票 因为激怒中国 我要跟他作对 所以一定要投爱台湾的 你就中计了 在战争法的架构下 美国军事政府占领 他进来 军舰也好 军事占领也好 西松平场 完全依照战争法 不需要投票 乐观其成 当然 你有话讲吗 没有话讲 他是公友 老板是谁 美国 那没有看懂 是不是台湾关系法 No 是旧经商和平条约 的架构下 在法律位阶 我相信各位 你上过初级班 你如果没有上过第一堂课 星期五的第一堂课 没关系 高级班讲师 再跟你复习一下 国际法律的位阶 最高就是自然法 也就是生老病死 日出日落 地心引力 这些之类的 都属于自然法 你有没有办法去跟 上帝老天爷 跟他对抗 没有办法 你只能什么 顺从 遵守 冰来降挡 水来涂烟 我都是在讲这个 这是自然法 你有没有办法 没办法抵抗 你只能遵从 自然法 为根基 演变成为万国功法 我相信明天 各位 明天的美国时间的课程 潘奖是会跟各位讲到 有关于万国功法的部分 他怎么样 包括整个欧洲的文明 怎么来的 他会讲得很详细 因为这堂课讲的是 天皇主权 法理事实上 我会偏重在讲 法理的部分 所以各位 你务必要把法理的观念 充实稳固好 才能够什么 继续来读新台湾论 各位 你手上拿的中国国情报告 今天 讲师会讲 所以你 务必把这一本讲 你等一下准备好 待会我们就开始上 OK 来 这个影片我们继续看 我们这次继续看 下面 大概影片有一些重点都在后面 来 继续看 会不会激怒 会跳脚抗议 好 OK 影片到这里 来 我们看一下 Part point 违反国际战争法 是战争罪 OK 后面门没有关 好 影片到这里 谢谢 当然乐观其成 公游 公游可不可以挡住 不行 当然不行 什么叫军事占领 各位你再想想看 我们上过课了 什么叫军事占领 就台湾来讲 台湾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 属于海外为合并的领土 国会 美国的国会 有权力 立法来管理这个地方 所以才有台湾关系法的产生 各位 台湾关系法可不可以废掉 很重要的观念 讲师今天一定要告诉你 台湾关系法可不可以废 不行 美国国会三读通过 台湾关系法不能废 要记清楚 不可以废台湾关系法 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很生气 讲 但是实际上我们跟美国人 在互动的时候可不可以直接跟他讲 我要废台湾关系法 不行 没礼貌 主要占领全国它是我们的主管单位 根据海外为合并领土的美国 台湾关系法 有没有 因为英国也是同盟国啊 有没有台湾关系法 没有 法国有没有 没有 苏联有没有台湾关系法 也没有 那个 童馨到前面来坐 镜头拍得到 美国才能见证女友来上课 没关系到前面来坐 OK 来前面坐 OK 下课再问 我们现在上课 大家时间不要去占用 来 头签这么多 在叫台湾抓得到 OK 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 它是什么架构呢 在美国宪法的架构底下 我们回到刚刚讲的 国际法律的位阶 自然法 崇高 根据自然法演变出来 万国公法世界各国都要遵守 里面包含什么 国际法 战争法 根据万国公法的架构 跟国际战争法 去定立的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 我们相信各位你所听闻过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世界各国在巴黎签订了什么 巴黎合约 巴黎和平条约 就是巴黎合约 然后呢 日本帝国跟清帝国打了一场 日清战争 签了什么 下关条约 也就是中国殖民战争法 所讲的 马关条约 但是日本你可以找得到马关吗 找不到 叫下关 是下关 你找马关 你日本地图你找不到 马关在哪里 你等一下找下关 那个地方有一个签约的地方 各位 功课交给你们到上网去查 下关条约签订的地点在哪里 那一个大楼还在不在 各位你再去找 谁去参加签约呢 清帝国的皇帝授权了李鸿章 跟他第二个儿子李金方 大日本帝国皇帝授权谁 他的总理大臣 跟谁 陆澳中光 所以这 这双方签订了 在19 1895年的4月17号 签订了下关条约 什么时候开始做交给 1895年的6月2号 在哪一艘船上面 横兵丸 上面船上有重要的两个人 第一个 这是台湾总督府 第一任总督叫什么名字 华山之济 跟 李鸿章的第二位 儿子叫什么 李金方 点交的 佛尔摩沙 佛尔摩沙 周边 有30多个 岛屿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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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交 点交完之后直接 交割完毕 新南群岛 就是 南沙群岛 跟西沙群岛 是当时台湾总督府 在1939年的3月9号 Announce 跟全世界讲了 新南群岛 是西沙 南沙组成的 由高雄州 来管辖 我说要记清楚 现在目前 南海争议就是在 南海这些岛屿的争议 各位你想想看 南海这些岛屿 是谁的 是谁的 日本天皇的 要不然 为什么旧金山和平条约 有 南海这些岛屿 放弃的条款 各位 想想看 东西不是你的 可不可以拿去送人家 可不可以 譬如 这个 大姐 矿泉水 在这里 那是你的 对不对 我拿去送人家 可不可以 不行 条约也是一样 就是因为 是你的 所以你才可以交给别人 清帝国的皇帝 他有台湾澎湖 为什么 因为那是 清帝国的拓殖地 殖民地才可以割让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可以割让 根据万国公法 所以要记得 殖民地拓殖地才可以割让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可以割让 所以 下关条约 第二条里面 有关于 辽东半岛 为什么 日本帝国的皇帝 也就是日本天皇 把 辽东半岛 割还给 大清帝国的皇帝 为什么 辽南 返还的条约 为什么 因为那是 清帝国的 发源地 发起地 属于万国公法的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必须割还 所以从这点你也可以知道 大家可以知道 大日本帝国 他是遵守什么 万国公法 明治天皇在 1895年的隔年 他颁布的诏书 就是什么 要把辽东半岛 交还给 清帝国的皇帝 因为那我不能拿 万国公法已经 讲得很清楚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可以割让 大日本帝国的宪法 各位 要记得 跟美国宪法一样 遵守 万国公法 所以国际间 共同遵守的是什么 万国公法 法理至上 大家讲法理 就G7来讲 各位 本来是G8 有八个国家 变成七个国家 少了哪一个国家 普丁的俄罗斯 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 俄罗斯去欺负了一个国家 这七大工业国 等于是联合国 全世界 全世界GDP 他占了70% 这七个国家 就跟他讲 俄罗斯你不能参加 我不让你进来 你违反了 万国公法 所以普丁 俄罗斯来讲 目前没有办法进入G7 G7什么时候开始 每年的5月26号 我相信你再看一下 台湾民政府的官网 那初级班都有讲过了 没关系 OK 好 那主题是天皇主权法理至上 各位 你今天高级班没有关系 初级班下礼拜记得来补 初级班的课程我下礼拜再讲 那今天会讲比较深 你可能会听不懂 没关系下个下礼拜记得来补 重点 重点是什么 新台湾论 你一定要独熟 不是讲师讲一讲 我都懂了 还很早 你听讲师讲完课 你还是心中很多的疑问 你的疑问 有解药 在哪里 新台湾论 一本都六百多页 好厚耶 讲师看不完 好深哦 没关系 里面有一个章节上册的部分 是谁清洗了台湾人的记忆 那一篇章节头三个字 你一定很熟悉 叫做马英九 我们知道马英九先生跟 秘书长 Roger Cesslin 林志森博士 是什么 同学 建宗的同学 他那一届蛮有趣的 因为马英九先生他是什么 侨胞 他是外侨 他是透过加分 进来 建国中学 秘书长林志森博士就不是 他靠自己实力 大同 中学 考进去的 所以那时候一问就知道有些人 明明上榜就这么多 这么些人怎么突然多那么多人出来 原来是有什么 把我送进去 这很多有趣的事情 大概 各位你有兴趣的话就看 台湾民政府的影片 你大概翻到以前 大概秘书长有时候会讲到这一部分 秘书长自己讲的比较生动 那我大概点一下 因为秘书长跟 秘书长马英九先生 有一段同学的这一段时间 所以还蛮刚好的 OK 好 法理至上 6月4号这一场游行 各位 你有去参加的请举手 来不及参加的请举手 各位你有参加吗 你有参加吗 悠性 我们拿手了 来 没有就参加游行 为什么没有 很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来我再问一次 你有参加悠性的拿手 没有来不及的请举手 对对对 你有参加 你有参加 那一场游行各位 一般的游行 一般的游行 在Chinese Taipei 的架构下 一般的游行 一般的游行 是人民 对政府的诉求 对政府的抗议 而台湾民政府 6月4号的游行 是台湾民政府 对所有 在美国军事战领地的 台湾 所有的住民 宣告 告诉大家 这些 法理上 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我们看到第一个 美国高院 日本 因恢复台湾人国籍 为什么恢复 为什么叫做恢复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叫恢复 现在你拿的国籍 真的是属于你的吗 如果是属于你的 为什么走不出去 为什么拿着 中华民国的护照 要进去联合国 买个马克杯 没办法进去 而拿着台湾民政府的 晶片 身份证 你却能够进去 买了很多的纪念品 这影片有没有看过 没看过的请举手 看过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这个影片有没有出几班 再来看 第二个 ROC改变台湾人国籍 因人权赔偿 这两个是一件事情 在1952年的时候 就近战和平条约 签订了 也实行了 4月28号 1952年的4月28号 1951年的9月8号 签订就近战和平条约 1952年 日本 也就是现在 由日本人所组成的政府 一样也是战争法的架构 美国军事政府 占领现在的日本 现在的日本政府 是由人民 所组成的政府 不是战争前的帝国政府 要想清楚哦 原来的大日本帝国的帝国政府 已经瓦解 但是大日本帝国有没有灭亡 眼睛闭起来 我问问各位 你有上过初级班也好 没上过也好 我问问各位 你一定要举手 你手痛 你还是要举一下 活动 活动 没想到 有一个阿伯说 有吗 脚肉的我都走吗 脚肉 你手不走 你等会儿手肉 来 问一下 眼睛闭起来 不要偷看哦 头看的肚子疼 眼睛闭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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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 你的观念里面 大日本帝国已经灭亡的请举手 麦漂亮 车阳跳 阿嬷 你脸 buy mine 来 眼睛闭起来 大日本帝国已经灭亡的请举手 还在的请举手 不确定的请举手 好 请放假 各位来看到右手边 这两幅图 我相信各位你到各州的办公室 跟郡的办事处办公室 你可以看到这两幅图都挂在墙上 上面都各有两个字 来看到左手边蓝色那一幅图 上面会写什么字 日暑 我们看到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 第一点是什么 依据国际法理 台湾民政府追求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接下来那一句就是 日暑这张图 你所要讲的 你有上过课 你就要讲出来 不可以说 修日本所以他去修 日暑就是暑日本 No 你只有看表面 你没有读书 读什么书 新台湾论 你没上课 你没来上课 所以你不知道什么叫日暑 熟日本所以台湾民政府 你主张台湾是日本的 No 没有讻书 日暑 什么日暑 熟于日本天皇 这张图是什么 日本天皇所居住的地方 在哪里 东京的二重桥 那个地方叫黄居 日本天皇所居住的地方 日本皇帝所大的地方叫什么 黄居 代表什么 所有款 拥有价 拿得出台湾的所有权壮的 那个代表人是谁 日本天皇 依据什么 国际法理 里面有哪一个段落 依据下官条约 也就是依据日清战争所定立的日清下官和平条约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右边那一个呢 你会看到美战 美战是什么 美国占领 你只有读一半 只有了解皮毛 我们要跟 人家怎么讲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依据什么 凭什么 美国的拳头大 还是他武力强 所以他佔领台湾 是不是这样子 No 一样 依据国际法理 依据国际条约 哪个条约 旧金山和平条约 里面的第23条A款 美国是主要的占领全国 美国总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法人 有听懂 国家法人就是一个国家 在法律法理上的一个代表人物 叫国家法人 各位你都很了解的叫什么 财团法人 有没有 什么张荣发 财团法人 张荣发文叫基金会 什么基金会 就前面加财团法人 社团法人 这个法人 你要了解他的定义 国家法人 美国就是美国总统 日本呢 日本帝国的代表人物 是谁 日本天皇 各位 你心目中永远不要忘记的一个人 谁 你亲爱的 不要忘记 那个是你个人的事情 但是你站在这片土地上 你的民分 你是属于日本天皇 永远要效忠他 你永远属于他 这个都没有办法改变 就像各位 你的爸爸妈妈就是 那一对父母 可不可以改变 我爸爸妈妈长很丑 爸爸很丑 妈妈也很丑 所以我不要当爸爸妈妈的儿子 我要去找帅哥 找美女当爸爸妈妈 可不可以 不行 违反自然法 一样啊 日本天皇就是我们的所有权 保佑者 我们就是属于日本天皇 你没办法改变 我不要做日本人 因为南京大屠杀 各位你知道吗 南京大屠杀是假的 洗照片很会洗的人 他是凶手 杀害了日本人 日本侨胞 日本的妇女 把他们衣服扒光 强暴了 小孩子全部杀了 肚肠全部拉出来 拍了很多照片 黑白照片 全部都有底片 洗一洗 剪接 贴贴 说日本杀害 中国同胞 让美国 让英国 从支持 日本帝国的军队 到中国进出三次 违和任务 变成反对 洗照片很会洗 伪照 剪剪贴贴 南京大屠杀是假的 你知道吗 南京事件调查报告 最近几年非常的火红 我相信各位 你到网路上去查 南京事件调查报告 你去看 做日本人很惊慌 不是很厉害的事 为什么 我们故意 我们做的事很踏实 一步一步 妹妹跟家伙做得很好 结果欠人去福 怀疑人去接 我们真的是战败 我们真的是战败 我们的阿公 我们的爷爷 祖父都讲了 向来轰炸台湾 美日到 美国的B-29轰炸机 轰炸台湾 不要读那个中国殖民教材 日本轰炸台湾 你想想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人民是日本天皇的皇民 臣民 所有的建筑建设 包括迦南平原 八田羽衣 那么用心良苦 坐在那边 苦思 想到头都快破掉了 把迦南平原经营起来 变成整个帝国的米仓 没有人会饿肚子 吃番薯签 是什么时候开始 中国国民党来台湾 开始吃寒鸡腸 这我可以健健 我的阿嬷 他跟桂王 他如果在的话 今年110岁 日本在这里通知的时候 每天吃饭都不用烦恼 大家都有鞋子好穿 都有鞋子穿 带是带帽子都很漂亮的 穿洋装 每个人都买得起 穿得起 中国国民党 带这些流氓军来 跟美国办这件事情 帮他军事 政府尽量 结果在这里 尽管怎么会变他 把自己人 还把它企图改成中国人 大家才开始吃寒鸡 什么 土地面上 可以吃可以用的 吃到秦腿 吃到 什么 那都有一部疑言 大家都说得出来 带他也不能带为子 都搬一搬那队搬去中国 打国公内战 大家才开始躺这家 要买什么 不能买 为什么 1949年6月15号 4万换一户 开始吃寒鸡签 价格到今 你生活有轻松吗 不要轻松过 大家头目都要掉下来 做一项没打开 做两项头路三项头路 不容易 不简单 有时间来这项口 所以我说 各位 你要把自己 鼓掌完成就在这里 很不简单 各位知道吗 还有 全人应该到三天 跟你说 原来台湾的 尽商在这里 经济法力 让你了解 台湾是基本天候的 只是现在因为 台湾全白的原因 叫美国 军事政府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而已 现在要怎么 当然 我们要跟美国说 你要尽到 你要尽到 占领者的 义务 你要保护我们 依据战争法 你要保护 占领地 人民的幸福 跟财产的安全 人民的安康 根据战争法 你要保护我们 这样各位 你了解吧 简单就这样讲 OK 旧金山和平条约 已经确立了台湾地位 我们是台湾人 这个台湾 前面请你加上 日本 我们是日本天皇的台湾 不是习近平的中国人 这样有没有清楚 有没有清楚 你是习近平的台湾人吗 还是习近平的中国人 还是习近平的中国人 我们是日本天皇的台湾人 不是习近平的中国人 这样有没有清楚 你要做中国人的牙手 要做台湾人的牙手 我请问他 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是台湾人的诉求 已经告诉大家了 我们追求的是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不是台湾独立 正常化是什么意思 现在不正常 美国没有亲自占领 台湾也没有用法理台湾 治理台湾 现在有不正常的政治台湾 Chinese Taipei 流亡 然后帮 这样去管理 然后做着不正常的政治炼狱的活动 这个都不正常 所以导致我们国家民分身份认知的错乱 会错误认为我们是中国人 会害怕中国 所以各位等一下要读的 要上的 就是各位你手上拿的 来请拿出来 中国国情报告 2017年中国国情报告 那本请你拿出来 待会讲师要跟各位一起来研读 了解 OK 来 我们开始翻 我们翻到第一页 台湾民政府公务人员的政治教材 这篇很重要 各位高级班了 接下来是 连之前训练都有了 所以接下来 这篇文章 是秘书长讲评的重要的一个内容 请各位用心来读 那你手上没有的 请你到前面来做 跟旁边的一起看好吗 来那个 你跟那个 一起做一起看 我待会念了你会看不懂 听不懂 一起看 一起看 我们来读 好 台湾民政府公务人员的政治教材 什么叫政治 管理众人的事叫政治 政治是不是黑暗 看管理者的人格 政治不是黑暗的 如果操弄管理工具的人 是乱七八糟的 那这个人所管理出来的事情都是乱七八糟 政治不是黑暗 为什么 它是管理众人的事 各位你有没有缴水电费 一个人解决吗 电线我自己签 然后什么都自己来 跟鲁宾逊一样 没有啊 三人 三个人的事情叫众人的事 管理众人的事叫做政治 请你记清楚 OK 来 我们看到 德国总理梅克尔 最近访问中国 他用低调 朴素 谦和 平易近人的品格 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用实际的行动 为中国人上了一堂活生生的政治课 比其他外国的政要 在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的演讲 更具震撼力跟教育的意义 梅克尔到达南京后 他被安排住在哪里 索菲特银河大酒店 梅克尔认为这个安排太过奢华 他坚持要住什么 七十多平方米的普通商务客房 入住的价格每一天晚上什么 多少钱 一千七百多块的人民币 加上服务费 也就是小费 不到一千八百块的人民币 而总统套房 住一个晚上要多少钱 三万多块 所以连同服务费 整个加起来多少钱 四万块 价格相差二十多倍 这种平易朴实的作风 让中国人耳目一心 看来梅克尔 总理出房入住普通房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房间用餐或是为贵宾服务的46楼的行政楼层 索菲特会所用餐 梅克尔谢绝去专门为他准备私密性强的索菲尔 索菲特会所 坚持和一般住店的客人一样到七楼的西餐厅吃什么 自住早餐 而且住进了什么 比较便宜的VIP套房 也就是你稍微一般平民套房 你稍微加一点钱 就可以去住了 VIP套房 和随行的德国工作人员一起 在大厅吃什么 自住早餐 他也谢绝了工作人员的服务 他坚持自己到自住餐台拿取食物 并且亲自手切法式的长棍面包 我相信各位看过 那个面包很硬 有没有很长 自己切 他有没有夹手请别人帮他切 我总理 我总理 你还帮我好不 有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发生一个小插曲 他在拿一种叫做燕麦面包的时候 梅克尔不小心把一片面包掉到地上去了 按照往常的惯例 酒店的工作人员 很紧张的赶快跑过去帮他捡起来 然后帮他换一个新的 结果梅克尔怎么样 拒绝 你不要叫 不要叫 你自己叫 他自己叫 他自己捡起来 捡起来是什么 继续用 他并没有换 他放到自己的餐盘里面 梅克尔总理的早餐很简单 煎的 鸡蛋卷 奶酪饼 西瓜 面包 当然也包括 刚刚掉在地上的那两片 麦片面包 他有没有丢掉 没有 日耳曼民族的天性 各位 台湾民政府官网也有这篇文章 我相信各位你有时间的话到 台湾民政府官网去看到 日耳曼民族的特性 梅克尔就是日耳曼民族 也就是德国人 这样的民族的一个传承 到现在 一样看得到 对德国人来讲 并不是一个什么很特别的事情 为什么 这个他们都会很珍惜 他们像一般德国餐厅来讲 你如果去德国 各位要记得 点的餐点 你一定要吃完 不可以外带 可不可以没吃完留在那边 你会被店家责骂 浪费国家资源 所以去德国消费 请你要特别留意 对德国人来讲 他这个平民化的女总理 平时就经常到超级市场购物 跟其他大省一样 乖乖排队 有没有插队 没有 他也没有什么特权 但是对中国的大众来讲 梅克尔这个作为 实在是太震撼了 当他这些故事 被中国的一些传统 传播媒体报道出来的时候 立即在网络上 广为传送 为他喝采 根本不少网民 以反奉的方式 表达对中国官僚 铺张浪费的不满 各位你想想看 你看过 那个场面 包括 连续剧也好 古装剧也好 你可以发现什么 满汗全息 然后吃不完什么 通通端去 倒掉 有没有 浪费 非洲那么多饥饿的 民众 我们在用餐的时候 我们不妨去想一想 我们一点点小小的动作 所累积 积累出来 累积出来的这些粮食 是不是可以让更多的人 不会饿肚子 就是在这里 虽然我们有钱 将来也会很有钱 将来也会很有钱 法理台湾 正常化的时候 各位 你钱的货 都用不完 那个时候 行有余力 要回馈世界 这一点你要记得 不是说我很多钱 所以我放在口座生理性 还是要再贪污 台湾民众已经给各位 所有的行政官员 有很多的收入了 大家要守法 不要去拿 甚至什么 各位你要养成习惯 身上要带一支笔 这个就是法理台湾人 我们靠一支笔 出到什么 取得台湾国际地位 正常化的 获胜的一方 我们拿 随时带着笔 不要到处去跟人家借笔 万一 他对方拿的是一支 黄金座的笔 商力 你收了 然后刚好人家收证 某某官员 谈无戏 懂意思吧 随身带笔 用自己的笔 OK 我们看到底下 通常一个国家 德国的总理 而且是当今最富裕的工业国家 竟然像乞丐那样 剪掉在地下的 当然 这个中国文章讲乞丐 是很不尊重德国总理 但我们不要去使用 我们就说 他很珍惜 很珍惜 食物 所以把它剪起来 可以这样去讲 记得 法理台湾人 我们在使用文字的时候 要正常 不要用情绪化的文字 因为台湾民政府的立场 第一点 不使用暴力跟武力 武力跟暴力来讲 各位 言语的暴力算不算暴力 算不算武力 通通都算 所以你是法理台湾人 台湾民政府的一员 说话 谈吐表达 你要表现出你的逻辑 理性 跟法理的精神 所以各位 这篇文章已经给我们 很多的一个启示 来我们看到第二页 梅克尔为什么如此简朴呢 并不是他不懂得享受 也不是德国政府出不起 这区区几万块钱 而是他跟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清楚的知道 他们用的是谁的钱 纳税人的钱 台湾民政府也有的行政人员 所有的官员 你用的钱也是一样 每一分钱你用在公务上的 包括你出差 见习到出国 任何的费用 通通都是税金 不要去浪费 不敢铺账浪费 在德国法律对公务消费 奉行什么 零容忍原则 就是什么 任何铺账浪费 都是不可容忍的 看作什么 腐败 都是做腐败 当然德国总理自然也不例外 对德国官员来说 用纳税人的钱 大肆铺账 简直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 因为这样德国很多地方的政府大楼都显得破旧不起眼 官员的公务消费都受到严格的限制 其消费清单公众随时可以查询 台湾民政府将来也是比照办理 OK 如果官员挥迫 不仅会受到舆论的质疑 还有可能因为 因此掉了乌砂帽 甚至什么 锅当入狱 在天朝盛行的干部宴席 必是争修百味 美酒佳肴 食不尽喝不完 绝不会有人像梅克尔那样 捡起地上的面包来吃 只要是公款吃喝 一定是极尽奢华 否则不会像一年公款吃喝 达到多少钱 6000亿的金人水平 你看中国的官僚 一年公款吃吃喝喝 多少钱 6000亿 为什么同样是公仆 同样是国家的高级干部 在中国和德国有此 天壤之别 梅克尔的行动告诉中国人 一个高级干部 即使是吃公家的 住公家的 但也不一定能够 心安理得的大吃大喝 他还要向他的选民交代 为什么 因为这是德国制度的因素 有些有事之事认为 梅克尔此行不断提到人权问题 跟市民中国有其他意见 不同的记者见面 却又不肯借助欧盟 轮任主席的机会 推动取消对华的军售 以至于他 就是梅克尔 这一次的中国行收获不多 做不成多少生意 也令中国跟德国关系变冷 但是梅克尔送给中国 却是一份什么礼物 厚厚的大礼 也就是什么 实实在在的身教 让中国人亲身理会 在一个文明 民主制度下 德国选出来的官员 该有怎么样的一个行为标准 该怎么样要求自己的干部 该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这比一千句的批评 来得更有力量 更能震撼中国人的心理 各位 咱们一起念完之后 读完之后 一边思考一下 各位 你对梅克尔 对德国 有没有一个很深的认识 纳税人的钱 可不会浪费 我公务 出差 所以大吃大喝 回来报账 反正都是纳税人的钱 随便都花 可不可以 腐败 这个就是腐败 所以要特别留意 我们看到 接下来的 国际的占领法律 我们看到底下这边 看到中间那一段 民政当局资源 是帮助稳定外国政府 资源民政当局 任务活动有三种 民事援助 在善意领土之民政当局 及被占领领土的民政当局 其履行有什么 条约协议 或者是国际法 所发生的义务 美军在占领地 所成立的军事政府 也就是军政府 其民政当局 就是civil administration 必须务设适当的 被占领方人士 以战争法设立什么 civil government 也就是民政府 以及去实行什么 治理权的移转 并且在万国公法的规范下 实行治理 所以这一段 大家看到这边来 台湾民政府的主管 当然是谁 美国军事政府 他的全名叫做 台湾澎湖列岛 美国民政府 军政府管 军事跟外交 民政府是管什么 老百姓的生活 民事的管理 所以大家看到这一点就是 在战争法架构下 民政府是由 万国公法跟 国际战争法的 这个规范内来实行 OK 好 我们这边 大概看到这边 这边 然后我们再翻到后面 中国国情报告 我们看到这边 中国国情报告 稍微翻一下 大概再翻 就是前面翻来 白色的三页翻到左边之后就看到了 中国国情报告 这篇演讲很精彩 什么时候 2012年的一月份 中国的空军上校叫什么名字 戴旭 他有一个演讲 注意看 为什么我们周边 会出现这些事情 这个戴旭的上校 他的观点也好 他的国际观 世界观 以及对世界 局势 情势 有很深的一个观察 算蛮厉害的人 不过他现在被 中国的官方 把他冰起来 他讲了很多 中国的事实 那我们对中国要不要怕 不需要怕 各位要清楚 看到这边 我问各位 中国共产党 有没有杀过台湾人 有还是没有 来 眼睛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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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里 眼睛闭起来 听到这边 我问各位 中国共产党 有杀过台湾人 你认为有的请举手 没有的请举手 请放下 好 眼睛睁开 会举手的 简单 因为你把流亡中国人 当成台湾人 就是这么简单的重点 本土台湾人 从来没有被中国共产党 所杀害 228是谁做的 中国国民党 也是现在的流亡中华民国 所做的事情 所以中国跟台湾 也就是美国军事占领地的 台湾人民 有没有仇恨 没有 但是各位要记清楚 台湾这片土地上 永远不能做的两件事情 请你写下来 第一个 台湾独立 第二个 实行共产主义 这两个都是逆天 什么叫逆天 自然的运转 你把它反转了 所以在讲逆转 逆转会不会胜 不会胜 天里糟糟 上帝老天爷在看着 不会让你得逞的 你只要违反了 上帝老天爷的意识 你肯定会受到责罚 早晚的事情 你要主张台湾独立 甚至把台湾独立了 违反了什么事情 你抢夺了日本天皇的财产 挑衅了美国总统 对台湾的占领权 所以你势必然 第一时间 你会被美国 跟日本的军队消灭 中国会不会打你 不会打你 干他屁事 讲清楚 台湾不是中国的 我中国的盖宫军 为什么要派 变国会给你打你 我现在在台 要清楚 台湾是谁的土地 不是中国的 2007年 中国的南军军区 司令 他号召了武汉大学 70多位的研究国际法 战争法的学者 做了一个著作 他内容在2009年的时候 已经出来了 当时秘书长有看过这部著作 他的内容 跟各位你手上拿的新台湾论 里面的论述 很像 但是他里面 有一个章节 没有出来 什么章节 有关于台湾的部分 因为他当然要研究 中国的领土问题 台湾不是他的 他为什么要研究 当然没有 或者是有 他不好意思拿出来 因为他知道 台湾不是他的 永远也不会是他的 根本在哪里 下官条约 大清帝国的皇帝 已经把台湾的所有权 完完整整 永永久久的 交给日本天皇 永远拿不回来 没有立场 他只要有一颗子弹 飞弹 掉到台湾这边土地上 甚至是周边 安全海域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情况 国际事件 会引起世界大战 因为这是美国的 军事占领地 挑衅了美国 等于国际的世界大战 开始 谁会被修理 谁绝对会打败 美国绝对会打败 中国 中国就惨了 绝对七分八裂 中国敢不敢打 不敢打 代序这里面 也讲得很清楚 待会再继续看 讲师公各位讲 现在所有中国台面上的领导人 他们的儿子 女儿 通通大部分都在美国求学 包括习近平制的女儿 我相信各位你都看过 胡锦涛 江泽民 包括这些 所谓的 军事领导人 他们的儿女 通通都在美国 很有趣 来 我们继续看 讲师公文讲这个 让各位很清楚了解到 隔壁这个国家 是我们的邻国 跟我们没有仇恨 但是台湾不能独立 台湾不能实行共产主义 因为共产主义 它是把原本正常的经济 发展逆向的 也就是各位你所知道的 无产阶级专政 生产者 跟所有者 两个互相打仗 这经济永远发展不出来 所以 各位你会发现到 为什么现在的中国 在讲资本主义 因为他发现到 社会主义它的经济 带来的是一场灾难 不会是一场发展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回到戴旭的文章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进入2009年 几乎每个月 都有关于中国的消息传来 远远的不讲 欧巴马刚刚上台 便和日本密谋 关于针对中国很多事情 我们的很多人 都还被蒙在鼓里 五月份是 马来西亚 越南 菲律宾 一块提出把南沙群岛 并入他们国家 最嚣张的一个月 在这个月 美国的军舰 连续在南海和中国的军舰 渔船发生冲突 到六月份的时候 印度一下子增兵六万 在这六万里面 有两个三地步兵师 加一个炮兵师 所以在六月份的时候 我又去了一趟成都 因为他这次增兵 到八月份的时候 又去了一趟 七月份的时候 日本宣布要与宇纳国岛 在宇纳国岛驻军 后来日本新政府上台以后 这个消息暂时停下来了 现在是割制 但是他的国防部长已经宣布 要在这个地方驻军 就在这个月 新疆发生了大屠杀 六月份印度争辩的时候 我在成都 从成都去了新疆 从新疆回来不到20天 乌鲁木齐发生大屠杀 他屠杀的地方我全都去过 还是七月份 所以你看到这个情况 虽然目前中国国情 确实是这样 到处都是动乱 只是媒体没有报 在2012年的前几年 就是希拉伟跟欧巴马 曾经就是竞选 那希拉伟他在台上演讲 他讲到台湾的问题要交给什么 中国人去解决 这句话讲到一半 还没讲完了 他要下台的时候 台还没下去 美国的国家安全单位 就递了一张纸 给希拉伟看 希拉伟看了 他说看了这张纸条上面写什么 因为是秘书长在2012年9月份的时候 曾经在课堂上讲的 讲师把这一段披露出来 让大家一起来分享 9月份的时候 秘书长讲了这一段 希拉伟看了张纸条 脸色不对劲 为什么 美国国家安全 大概在纸条上写了 台湾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 我们不会放弃它 这样有没有清楚 所以希拉伟后来在讲的时候 尤其是讲到南海 甚至台湾问题的时候 他不会去讲到说 有让中国去解决 因为他很清楚 美国国家安全单位 已经传了纸条跟他讲 台湾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 永远不会放弃 带序已经讲过 他里面来讲就是说 美国在海外 有占领了很多地方 包括塞班岛 关岛 甚至还有哪一个地方 台湾 它的范围 其实就中国来讲 其实中国他还在发展 什么 另类的帝国主义 所以带序他里面 讲的这个地方 大概内容 大家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在底下那边 我从新疆回来 到北京基本上没停过 国管的枪声一响 我又过去了 直到听到那边枪声熄灭 我才回来 我从那边又去了哪里 朝鲜半岛 到9月份 就是欧巴马宣布 对中国加征关税 这是一个经济事件 就在同一天 中国宣布要对 美国的肉鸡 跟其他产品 进行调查的时候 这个时候美国宣布 派驻守到印度 到达赖的驻地见谁 达赖 所以各位你看到后面 有看到西藏 西藏给他民政府的一个纪念品 那个叫哈达 就是披在那个肩上的 就是一些什么法王之类的 喇嘛 他一些见面的时候会给的东西 那个是宗教的东西 不是白布 所以各位看的时候 不要误会了 那是佛教里面的密宗 密宗他们的宗教文物 我稍微去询问一下 他不是白布 一般人讲说什么告别式 不是 不好意思 你要去了解 那个叫哈达 所以各位你知道看到 达赖妈或者是大宝法王 或一些法王在公开场合的时候 他的信徒给他献的 很像礼貌 我们是不是会献花 但是不是他献哈达 他拿手上很像什么 我们冬天围的围巾 毛做的嘛 织的那个围巾 就跟那个围巾很像 那代表什么 对法王 对达赖妈的一个尊经 所以会献那个东西 但是他会回礼 就是你献给他 他会回礼 披在你的脖子上 这个就是当时 我们跟那个西藏的流行政府 就是互动的时候 带回来纪念品 上面有照片 所以大家会下课的时候 或者是明天有空的时候 你可以去看一看 OK 好 我们看到这里 就看到底下 就在9月15号 美国情报部部门出台报告 公开把中国 俄罗斯 朝鲜和伊朗一起列为 危害美国国家利益的假想敌 他的国防部长公开宣布 要研制新型的战略轰炸机B3 对付中国 10月份就在我们阅兵后不久 前几天台湾突然大规模四射导弹 那不是小数 而且这个导弹不是小导弹 全是大的导弹 有很多导弹可以打到哪里 新疆 这些武器是谁的 美国的 所以各位 我们住在台湾 有没有很安全 非常的安全 各位 在新竹的热山 热山有什么 铺爪雷达 甚至在蒙古 在新疆 你有一点点动静 这个铺爪雷达 全部全盘都可以感应到 所以中国敢不敢有丝毫 对台湾的企图 没有 刚刚有提到2009年 这个武汉大学出来这一部著作 出来之后 后来的中国 官方有没有讲台湾是中国的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没有了 改称有什么 像温家宝后来就讲什么 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不敢讲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因为很清楚的知道 台湾不是中国的 核心利益 他是讲核心利益 不是讲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以前我们还记得吧 在2000年的时候 我记得那一个有一个中国官员 就是眼睛睁很大 然后一直在讲 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领土 就讲得很大声很生气讲 后来他们敢不敢讲 包括现在的习近平 胡锦涛 温家宝 敢不敢讲 不敢讲 因为很清楚知道 国际战争法 包括MU长这样的一个论述 全世界都很清楚 2006年10月24号的官司 到2015年的2月27号 第二次控告的是谁 中华民国跟谁 美利坚和中国 2006年10月24号是控告 美国政府 台湾的国际地位 跟台湾的人权保护为诉求 人权 因为美国宪法注重的是什么 人权 占领区的人民 虽然是战败 被军事占领了 可是天赋人权 可不可以丢旁边 不行 占领区的人民 一样有人权 因为被打败的是谁 被消灭的是谁 原来的政府 但是占领区的人民 在战争法架构下 是占领方必须什么 基于占领义务 要保护他的人生财产的安全 而且要保障什么 占领区人民生活的幸福 我们有没有幸福 不幸福啊 各位 我们想想看 有多少的子女 三十岁四十岁的 不敢结婚 不敢买房子 不敢生小孩 谁害的 想清楚 你投了票 制造了政治炼狱 这个悲情会继续下去 这是另类的228 我们已经快被灭主了 你知道吗 原来我们的语言 国家的认知 对天皇的效忠 各位还有没有存在 不存在的 灭主啊 我们讲的语言 我们今天上课是应该讲这个语言吗 为什么我故意讲这个语言 让各位了解 我们现在被灭主的程度 已经到这种危急的程度了 我们上课本来是要上什么 讲日本话 Komba wa Hajimemaste Sayonana 要讲这个呢 结果我现在讲什么 普通话 而且是咬人绝志 讲得很深 好 我们回到戴旭的文章 灭主也是战争罪 改变占领区 人民的语言文字生活文化 国家认知 对国家的效忠 这个都是违反战争罪 好 底下那个用看了就好 我们翻到第二页 又翻过来 看到中间 凤凰卫视 军情观察室介绍中国被包围的情况 片段的播放 这是我在8月18号 发在环球时报上的一篇文章 当时是跟复旦大学的省丁利 围绕同一个问题 就是未来十年 中国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安全形势 他的观点是中国不会面临战争 我的观点也就是戴旭讲的 是有可能会面临战争 而且不止一场战争 这篇文章发完后 香港卫视 还有台湾的淡江大学 美国的海军学院 以及周边的很多国家都引起重视 因为我只不过是说出一个现实 这个现实在我说出不久 一个日本评论家沿着我们国家的周边走了一圈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宫崎正宏 他作为局外人用一年的时间 实际上我用了十年的时间 我在国内走 他在国外走 他在国外走完以后 得出的结论和我一样 他说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地缘政治包围的国家 因为它的周边是军事基地 军事联盟 核武 赌场 和赌品 还加上恐怖主义 被全面的包围 刚才马鼎盛说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无下阿蒙了 我们已经不允许美国的YouTube 到我们的天空上随便来的 什么YouTube 各位你如果在网络上稍微看到 那叫侦察机 翅膀很长黑黑的 那飞行员要穿什么 太空衣 太空衣 常常很多当时 蒋经国 流亡中华民国的领导人的时候 都会派侦察机到中国 驾着YouTube侦察 中国一些军事机构 建筑 所以常常有时候会被飞机打下来 所以那个叫什么 黑猫中队 我相信各位你有听过 黑猫中队这个名词 好 我们看一下 底下接续看 不像50年代 当然 马鼎 圣 毕竟是一个地方人士 对很多的情况他并不清楚 美国YouTube 虽然不来了 但是美国另外一种飞机 还在我们国家的上空飞行 所以在上个月 我在南通市民大讲堂上 说到这个问题以后 当时就有一位老先生 心脏病突发 南通人爱打 像麻将一样的长牌 男女脑哨都爱打 我说 就在你们打长牌的时候 美国的B2轰炸机 就在你们头上 转了一圈 所以一个老先生 处着拐杖 一下子就摔倒了 我说 我感觉到心情很沉重 非常不好意思 我希望今天 不要出现这样的场面 美国的B2战略轰炸机 可以挂20吨的核导弹 曾经以两架并列的方式 沿我们华南华东 从我们的上空经过 在上海曾经有市民看到过 当时认为是什么 UFO 认为以为是飞碟 结果是什么 美国的B2战略轰炸机 它挂了20吨的核导弹 这个飞机非常的大 两个翅膀加起来有多长 七八十米 这么大的飞机在空中 我们居然一点都发现不了 因为它在空中显示的雷达 反射面积只有多大 乒乓球这么大 也就是像一个麻雀一样 飞过天空 很难发现 所以叫什么 隐身战略轰炸机 作战半径的多长 1.2万公里 1999年炸我们的大使馆 用的就是这个飞机 中国人应该非常清楚 什么清楚 各位 南斯拉夫的一个大使馆 里面有中国的情报人员 被美国的飞弹打死 为什么 因为这些情报人员 他为什么跑到南斯拉夫大使馆去 他偷的情报 要交换情报 结果美国用什么 用飞弹 很厉害 大使馆里面 死的就是那几个情报人员 其他十几个在外面的大使馆人员 有没有事 没事 这个情况 后来发生之后 中国的各地的学校 开始什么 抗议活动 跑到美国大使馆要抗议 当时民主长在中国有办学 就是办了一个学校 他那时候学校里面有很多学生 慷慨激昂 情绪很激动 要去抗议 结果发生什么事 你知道吗 那些学生 他收到美国那边的警告 跟中国的官方官员 跟他们讲 你们这些学生都在美国读书 一定会来这边读书 你来抗议 好 你来抗议 没关系 我用照相机把你照起来 然后呢 以后不准进入美国 不要来 不可以让你们来美国读书 结果发生什么事情 去抗议的人 学生 慢慢减少 一直减少 然后后来没人去了 谁敢去抗议 没有人敢抗议 抗议了 进不去美国读书 严重性在这里 OK 他现在发生过 我们拿这个飞机也没办法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防空 并不是像马鼎盛先生讲的 已经可以保证不受外敌威胁 这就是看我们国家周边 是什么样的情况 美国对我们国家的包围 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一条线分两阶段 第一段就是他的海上包围圈 海上包围圈起点在哪里 日本 实际上从冷战以后 日本的国策已经开始转向中国 大概是1991年开始转向 原来是美国联盟 美日联盟对苏联 而且是以中国为他事实上的盟友 后来苏联解体 各位你知道吗 苏联解体是谁 在后面操盘 美国 美国在后面 所以各位要记清楚 包括各位你用的通讯媒体 网络 通通都是透过美国的通讯卫星 打出去的 各位你使用的民间的GPS 有没有看过新闻 会把你带去山上 荒郊野外 还会带去海边 可是美国的GPS 非常的准 所以刚刚讲的那个1999年 那个爆炸案件 就是南沙拉夫大使馆 中国大使馆爆炸 那死掉那些 就是偷美国重要情报 军事情报的人被炸死了 那其他的在大使馆也没事 原因就在这里 美国的科技跟GPS 非常的强 所以各位 你在使用通讯媒体的时候 包括全世界的人 你只要透过美国的卫星 通讯卫星 讲到关键字的时候 会自动连接到美国的情报单位 就会什么 被监听 这些中国人很清楚 包括他的高层 他想说 我们交换 偷了美国的情报 要到别的地方交换 可能讲一些 我们离开摄影机 什么之类的 美国都不知道 错了 在饭店 讲悄悄话 甚至躲在隐秘的地方 美国都全部听到 所以你可不可以讲 对美国什么有的没的 甚至要偷他的情报 不可能的事情 全部都知道 所以想说 我看不会用隐身的 不可能的事 美国科技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OK 好 剩下的部分 各位 你要记得 慢慢的翻 这篇代序的文章 非常的具有代表性 让你对 中国 有很深的认识 我们回到 简报这边来 那代序的文章 今天就到这边 带起个头 让大家去看 那我们最主要还是什么 法理 OK 中国国情报告属于什么 中国的内政 谁会跟中国打仗 有可能是美国 因为美国它跟 它之前就有记录 因为现在中国其实它借很多钱 借给谁 美国 所以等于是 中国现在是美国的债主 那美国一直跟中国借钱 美国有一个 美日间合众国它有一个记录就是 为什么打独立战争 因为它以前跟英国借钱 要在美国的地方发展 所以跟英国政府借钱 借一借 有没有还 没有还 打独立战争 有没有打赢 打赢的 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没还了 不用还了 打胜仗不用还 再来呢 美国又跟谁借钱 荷兰 又打胜仗了 荷兰的钱有没有还 没有还 后来跟谁借钱 跟西班牙借钱 1898年打了一场美西战争 很有趣 美西战争那一个地方 有一个港口 那个民主长曾经讲过 那个很精彩 港口里面有一扇船 无缘无故 爆炸 成了美国的军舰 那个船舰 船啦 在那边沉了 沉在哪里 西班牙的 码头里面 结果呢 美国当然要什么 要问啊 谁炸的啊 查不出来 打仗 打了美西战争 钱有没有还 西班牙借给美国的钱 有没有还 没有还 而且还从西班牙手上 拿到哪里 拿到哪些土地 菲律宾 古巴 关岛 波罗里各 而且在古巴建立了 永久的军事 港口 那这军事港口 就是目前全世界有三个地点 古巴 日本 还有哪里 台湾 三个据点 永久就是美国在使用 租期多久 99年加99年 而且是什么 可以续约 美国自己打牌啊 你在港口 港口 这个港口 他就跟你租 你不得不租给他 他跟你签租约 99年加99年 而且可以续约 钱直接汇进去 你没办法抵抗 台湾在哪里 台北市的金湖路100号 钱跑去哪里 我相信各位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灌塌到末湾在哪里 古巴 再来是哪里 日本 日本也有个港口 也是永久美军在那边 永久占据的军港 你大家去看就好 来 回到PowerPoint 台湾没有独立的权利 这是大家刚刚已经跟各位讲了 拿不出所有权就不要独立了 假护照 这本护照没有问题 中华民国 被困12天 这些案件 非常的多 2758号决议文 在联合国被赶走的是谁 蒋介石的代表 看清楚哦 联合国的席次 那个席次代表中国写什么字 C H I N A 中国China 他不是写中文 也不是写Republic China ROC 都不是 也不是写台湾 各位 台湾有没有加入过联合国 没有 谁加入联合国 中国China 也就是 孙文 孙艺先 孙中山 写国书给日本帝国的总理大臣 他自己亲身写了 知那 各位 你可以上网去写 知词的字 那 那里的那 知那 你去按搜寻 你去找图片 孙文 他自己写国书 称次的国家要叫什么 知那 China 他从来没讲过我是中国 他文书没有写中国 他写的国书写的 知那 蒋介石代表 在2758号决议文里面写到 被驱逐的是谁 江开县 不是ROC 也不是台湾 所以要清楚 1971年10月25号 决议文 终结就是把蒋介石代表赶出去联合国 可不可以用中华民国 可不可以用台湾民意进入联合国 刚刚一开始 已经跟各位讲了 这间厨生中的张先生的房子土地 你住在里面的陈先生 可不可以去外面讲说 我要用张先生 用陈先生的名义 把房子变成陈先生的 一样 同样的道理 所以大家这方面要了解 采访WHA被封杀 必须来自联合国承认的国家 根据什么 一个中国的原则 你看 5月6号 参访团使用什么 台湾民政府ID进入联合国 5月7号 底下 3月3点30分 台湾民政府在什么架构下 国际战争法的架构下 这是谁 秘书长 OK 这是台湾民政府的架构 在官网里面就有 美国军事政府 重属在美国军事政府架构下 台湾民政府底下 各个所有的单位 各位 有没有外省人 有没有外省人 台湾有没有外省人 有啊 文部省 经济省 国土安全省 省市行政单位 我们可以说外省人吗 你如果外省人 你叫人外省人 你就是本省人 上面有一个国家叫什么名字 中国 你是什么中国人 没怎么叫人外省的 叫人大陆 那你就是中国人了 你就是中国人 所以才有本省外省 所以才有本省外省 大陆 外地 内地 因为同样 通通都有一个共同点 我们都是中国人 所以内地 外地 大陆 本省 外省 头上有毒 很毒 很毒 说到拍摄 脑袋里面装了很多 米田共 这个米田共 还是树变 你肚子那边树变要不要清掉 要不要 树变 大家都想办法断十七天把树变排掉 大家都知道嘛 那脑袋里面的这些毒的东西 有没有比树变还恐怖 有耶 有耶 要请朋友吃饭铺张浪费 流水时间开下去 吃不完都做噴倒掉 浪费 中国人的习惯 你看人家没客 怎么样生活 怎么样的使用政府的钱 你看 嘉义的阿嬷 会画图耶 画二战 你看 什么轰炸 美军轰炸 阿嬷 跟她的阿嬷已经跟你见证了 是美国来轰炸台湾 日本人 我们本来就是日本人 当时 当中党府的时候 跟各位说 大家都会画图 到有水准很高 甚至会唱日本歌 你想想一下 我们的阿公 阿嬷 甚至比较年轻的 你的真祖父真祖母 有讲过日本话吧 我自己的阿公 以前 我读书回去 在读抗日 他就跟我讲 在读抗日 我就是日本人 你阿公 我日本人 你怎么变中国人 阿公阿嬷日本人 结果生到我 我变中国人 我讀中国主 合不合理 头脖子 懒得柠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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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人的身体 中国的脑筋 所以不正常原因就是 你明明拿的证件 是人家那种给你的证件 而且是 聯合国 国际民航组织 给新加坡的代码 让你去做Chinese Taipei那本绿色的所谓的证件 那本可不可以叫护照 护照是主权国家享有主权 正常主权的国家才能用护照 Chinese Taipei是流亡的政府 它离开的南京就是流亡政府 台湾是不是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 不是 所以他制造的那本绿色的 可不可以叫护照 不行 尤其中间还加台湾 那个台湾谁加的 陈水扁先生加的 所以美国给他冠一个外号叫什么 麻烦制造者 Troublemaker 那本护照已经讲不清楚了 他要解释老板 新加坡的代码国际民航组织 然后借给Chinese Taipei用 所以做那个晶片 所以那个护照可以经过那个海关可以刷码 要不然你们Chinese Taipei就死路一条了 没有护照可以用 没有旅行证件可以用 因为新加坡它是不是有一个部队 我相信你当兵都知道 有没有听过星光部队 星光部队 每年都会在彰化的田中基地演习 为什么我知道 各位当过兵都知道 听过海军战队 他会在田中基地在那边演习 每年都会在那边什么 人家讲基地训练 彰化的田中基地 星光部队每年都会把 他们有什么武器 我相信各位当过兵都看过 星光部队它的武器很简单 就是 人家讲那个什么 小钢炮 小小的 那个叫老鼠炮 都会在那个基地里面 他们穿的军服 也跟ROC的服装不一样 所以一看都知道 那个星光部队 星光部队它的武装军备 我相信你有看过新闻吧 它到不是运出去吗 在香港被中国的单位 把它拦截出来 新闻还披露 从台湾来的新加坡的武器 有没有 那个新闻很大 陆军官校专科班走入历史 5月14号 你看从1978年开始 招收第一期的陆军官校专科班 为什么 为什么 台湾关系法 make available 让所有的占领区的台湾人 缴税的税金去买美国 淘汰 即将淘汰或者是不良的军备 所以去培养这些陆军专科班的军官 可以训练出来去使用 美国可以堪用的武器或者是装备 所以第一期开始 为什么是1978年开始 跟台湾关系法 有关系 1978年那时候还什么 有没有断交 美国跟Chinese Taipei有没有断交 还没有断交 是1978年的年底 由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宣布 跟流亡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断交 所以1979年1月1号开始了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什么时候开始 1979年1月1日 怎么产生的 在1979年4月份 由美国的国会 跟台湾这边郭雨昕的代表 几个三四个 到美国的国会 然后大概交流一下 美国国会就三读通过了台湾关系法 所以为什么从第一开始 不禁让大家可以联想到 这个跟军购有很深的一层关系 因为当时在1978年那时候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蒋介石他出金门马祖 金门马祖不是台湾的 大家记得 金门马祖是中华民国的 为什么823炮战 毛泽东没有把军队 把武器打到台湾来 毛泽东很清楚 他的炮弹可不可以打到台湾来 当然不行 他必须把蒋介石杀到死无去路 所以要把金门马祖 事实要打下来 所以每天都是轰炸 所以才有金门菜刀 有没有 就是这么来的 金门马祖是中华民国 唯二两块可以宣示主权的地方 所以这些主张台湾独立的中国台独 你如果要建国的话 请你回到金门马祖 建立金马民国 台湾澎湖是美国军事占领地 日本天皇保有所有权 你们中国台独没有资格宣布独立 美国的副国务卿佐利克 在2006年的时候 公开已经告诉大家 独立代表战争 Independence means war 很清楚告诉大家 这个影片 初级班有机会再放给大家看 因为短短的 重要观念 在法理上 台湾这片土地有两种人 脑袋瓜 或者是你认为你的名分 中国很骄傲 好 那你就回中国 你是住在台湾的中国人 叫做中国台湾人 你是战胜国 所以叫华人 你是占领方 支那人 中国人 也就是流亡的中国人 有没有外省人 No 他们叫中国的难民 Refugee 不是外省人 台湾这片土地是日本天皇 有所有权的地方 我们的省在哪里 政府单位 文部科学省 经济产业省 环境省 我们的省是政府单位 中国的省 福建省 广东省 江西省 安徽省 那是他们的行政区域 搞清楚哦 那Chinese Taipei跟美国 是属于哪个立场 占领者 OK 我们呢 各位在座的 包括我 我是台湾人 住在台湾的日本人 我们都是日本人 全拜哦 我们是全拜 不是全女 我们承认我们战败 我们是战败国 天皇皇民 天皇的臣民 这样美国才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 了解到他们是占领者 应该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进到占领者的权力跟义务 当人不让的来亲自占领跟管理台湾 台湾民政府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底下 管理民事当地 为什么美国军事政府不能直接管台湾 因为语言文字生活习惯不一样 所以占领者不能直接管理占领区 必须由占领区人民组成民政府 今天课程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